接下來這個新聞 真的是心思請人知道 發生在高雄 高雄市政府 親以前所訂的高雄市 突然臨時集中 因為管理主題條例 六個條款就規定說 包括六天水白頂頂 營業超過二十年以上 幾乎沒有很大 真出名 要在市場 他們為幾占用途路 如果說沒辦法順利 出於當地組合的董藝書 就在後禮拜要驚入歷書 他希望不能再做生理 突然說這樣 他們的生活會出問題 在地人家也覺得這樣很不甘 不過雅市家旁邊的租貨 確實提出水平 因為說幾十年來 臨時有種亂交通的影響 這種事有心人幫他們體諒過 三國土豆腐這間館包店的行李都很好 高雄兩大機票 路邊雅市 都有二十年以上的歷史 後禮拜開始都停止營業 因為捨不得 沒禮拜都要吃 大家都要簽我 拖廂過去感到高雄 東地的租貨變不震動 便當河辣吃完那個塑膠袋了 就在那個居民那邊隨便丟 這些拖廂都是違法影響 影響東地交通和環境 高雄市政府在七年前就經路日交換 必須要在今年十一月十一 之前向警察局提出申請 因為直到租貨的動議 如果不繼續拜託就開發 我們也在附近找到一個停車場用地 是可以讓他們移轉過去的 政府要替路工牙齊找改革方法 但是路日交換到期 我們高雄市有幾十的牙齊都受到影響 希望市府都可以提供協助 讓他們可以過境 但是東地的租貨也想要問 幾十年來所造成的困擾 什麼人可以替路人